外面有人的九大表现,一抓一个准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于婚姻生活也是同样适用 离婚是个结果,但并不是一朝一夕促成的 是点滴积累的 有的人说从结婚到离婚 不过就是积攒失望的过程罢了 看自己的忍耐和接受的程度 有的傻女人,明明丈夫表现得很明显了 还是没有发现,或者已经知道 但情愿自欺欺人,而不愿接受现实 为了广大婚姻煎熬者 谋取福利,特地观察研究出 这九大表现,一共增别 外面有人要早做准备 不要被打到措手不及 一,不爱跟你说话 你说话他没什么用心听 或者压根就不听你说,把你当空气 不在乎感受,这样不是在冷战期 就是在离婚前期 每一对夫妻,恩爱夫妻 不会没话说,或者不听对方说话 当出现这样的情况 已经很明显,他嫌弃和厌烦你 不再爱你如初 啊,不给你钱花 夫妻之间金钱本是透明的 或许做不到百分百 但至少九层坦层 因为家庭的经济基础 决定着夫妻的情感状况 有的夫妻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爱情账户 双方每个月都按时往里面打钱 记录生活里的点滴欢喜的时刻 好事越多,打的钱也越多 当看到里面金额一直在飙升 两人感情也越发不可分离 水入交融状态 若是一方把钱死死拽在手里 那你要小心了 说明他不够爱你,对你防备着呢 三,在家时间少得可怜 家本是最温馨的港湾 恩爱夫妻下班头一件事 就是往家里赶 推掉外面应酬等等 只想回家陪老婆孩子 这样的男人才是不家的 当一个男人不再回家 或者回家时间少得可怜 那么十有八九 他外面有人了 不要相信他家班的鬼话 都是编造出来忽悠你的 好让你对他没有防备 对他死心塌地 他在外花天酒地 而你蒙在鼓里 依旧为家操劳 井然有序 四,懒得碰你 有的夫妻抱怨 丈夫对自己没有兴趣 尤其是生娃后 总早借口推卸 搞得好难受 自己主动竟被拒绝 你要是信了他的鬼话 你就是个大傻逼了 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当一个女人衣着华丽 在他面前伤手动姿 而他却不为所动 说明他真的厌弃你 你要小心 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五,吵架频率越来越高 正常的小两口 吵架总免不了 生活中鸡毛蒜皮 小事都会引发吵架 但恩爱夫妻会控制 不会越演越烈 在频率上面会把控好 不会放任自由 越发吵得多 吵得猛 当一对夫妻吵架 频率越来越高 你要小心了 说明对方不在乎你 也没有看中这份感情 只顾着宣泄情绪 都说是爱克制 这一点是最好的体现 六,骗都懒得骗你 在婚姻中 但凡一方还想挽留 哪怕有过错 都会试图挽回 免不了要说一些必要的谎 要说夫妻之间 从不说谎话 是不可能的 或多或少都有说过 但当一个男人 连谎话都懒得编造 来哄骗你的时候 你该明白 他对你的情谊 真的到此为止了 你也该做好 放手的准备 离婚没啥大不了的 一个人也能过 只不过辛苦点而已 七,翻看手机会暴露 恋爱中的情侣 没少干这事 可对方却不会发怒 不觉得触犯隐私 因为他们彼此有爱 爱会包容自己行为 就像你的孩子 打算你刚买的花瓶 你会在意那花瓶 还是小孩 正常父母都会 关心孩子有无受伤 同样道理 当翻看手机的时候 你若爱他 没有见不得光的隐私 就不会暴露 会任由他怎么翻看 因为爱是放纵 八,放任你 不管你 正常夫妻总会有个管家婆 管东管西 管的管那 这个不能吃 那个要少吃 不能太晚睡觉 熬夜伤身体 诸如此类 当有个人管着你的时候 你应该庆幸 因为他有把你放在心上 有在乎和心疼你 而不是对你不管不问 像个陌生人 你的一切似乎都跟他无关 这样的时候 你要小心外面有人了 九,突然变得臭眉起来 当夫妻一方 突然变得臭眉起来 那很不幸 他的第二春来了 那你还以为 他是穿给你看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婚后的夫妻 只会越过越平淡 兼有越过越浪漫 生活总能把那些浪漫 小细胞撒死 不留痕迹 我们都知道 女为越即者容的道理 同样当男士 有心仪对象时 也会变得臭眉起来 此类情感是相通的 不分男女 若是出现突然臭眉的情形 要小心 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不让我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讨厌 承词 讨厌 承词 讨厌 感谢观看